你们想要了解有关证照考试 这边推荐一个叫TQE Plus 其中有关Python目前的考试 主要有这几张 我刚刚讲的是这个 Python的程式语言 总共有9类 这个的话基础多两个字 它只有考5类 所以两者之间差别是说 如果你假设考1到9类的话 就是程式语言 如果你假设考1到5类的话 就是基础 其实题目的范围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比较类别少一点而已 OK 然后另外的话 它有一个是爬虫的 就是网页资料截取分析Python 这个题目的话云端上我也有放 就是另外一个资料夹 所以如果假设各位有兴趣的话 这边把它点开来 它其实好像有分新版跟旧版 我的好像是比较旧版的样子 这边它有分 好吧 应该是这个 应该我的就是新版的 因为它这边 不不不 它这第二版 我的好像是原来的旧版 旧题的 然后考试的时间是100分钟 它的测验的费用是1500 然后它的及格分数是70分 那也就是除了第四类之外 20分之外其他都是10分 所以如果假设吧 你希望先拿高分 你就先做第四题 第四题直接拿20分 然后呢 其他的话20分拿到 其他再做个五题 你就70分就及格了 OK 那考试的项目啦 内容就是考这些啦 有没有 其实就我们现在 现在在上课的内容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基本的程式设计 里面就是变数啦 然后选择的话就逻辑 那迴圈的话 就for迴圈跟fire迴圈 然后还有什么 进阶的控制 等于是把前面这三类 综合在一起 再多一个进阶 那还有就是写函数 写个方旋 还记得把df就是写方旋 然后后面的话 还有所谓的串列 list 这个好像我今天有特别提到 然后还有字典啦 还有一些字串的运作啦 还有档案的存取 然后还有异常的处理 这些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再多了解 这个等于是多一个字 如果假设啦 你希望将来呢 你的履历上面是有一个 除了说你有结业证书之外 你还真的有个证照的话 那其实你不妨 可以把这个当一个目标 题目的话呢 就是在我刚刚讲的一些题目 那将来他就是 给你一个纸本放桌上 然后给你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一百分钟 那你就把这些题目做完 只要七十分你就及格 就拿到证照了 OK 当然如果你希望你学牌赏 不要漫无目的 然后有学没学 你希望很积极 然后非常充满的斗志 充满的热情 那你就可以把这当目标 OK 你这样会学得很积极 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 不然的话学了会有一搭 每一搭 我跟各位补充说明一下 OK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那个 回圈的部分 就是坏回圈的部分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希望把那个缝回圈 改成坏回圈 我前面讲过缝回圈它主要应用 大部分都是有一个范围 那如果坏回圈它不是范围 坏回圈是个条件 所以哦 如果假如我希望写一个 把之前写过的程式 通通改写成坏回圈的话 应该怎么写 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前面有写过那个什么 1加到99 有没有 如果希望把这个1加到99这一题 假如我希望把它改成 用坏回圈从写的话 那应该怎么写 OK 那顺便比较一下 因为主要呢 这个缝回圈它比较适合一个范围 所以后面通常会加一个range 但是坏回圈的话就不是 所以如果假设 我要比较一下 假设我今天有个规定 所以如果假设 以后你考试好了 比如说人家刚好遇到说 请一定要用坏回圈 不能用4回圈的话 那你又一定要硬着头皮改了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那基本上 到底4回圈跟坏回圈 有哪些差异 其实主要差异就三个 如果以加总1到99这一题来看的话 哪三个呢 第一个 画回圈它不像4回圈 直接有一个range搭配 它就可以帮你产生三个东西 range的话呢 你会发现刚好三个参数 你看看 你们这样解析论很狡献 好三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 它的初始值 所以如果在画回圈里面 它没有初始值这个东西 你变成你要自己加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结束的值 也是没有 所以变成你要自己加 第三个就不净值 有没有 相差多少 所以在4回圈很幸福 三个都有了 可是画回圈哦 变成你要自己把它产生出来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那个4回圈改成画回圈 解析度可能有问题 我们待会再看好了 谢谢大家